萝卜波斯,离切快,不管寒咳、热咳、夜里咳,用一次就好。 最近,流感风头正旺,从宝宝到老年人,都免不了流感的侵袭。 上周五群幼稚园街躲躲放学,老师刚好在说要家长们看好宝宝。 说时时那时快,吃完晚饭,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就听到咳咳咳,前咳却什么也咳不出来,看来是在幼稚园被传染上了。 还好平时有研究食疗方子,我就赶紧给孩子做了碗水喝了,还好喝完之后没多久就好多了,今天也在美壳了,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食材准备,梨,萝卜。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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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雪梨洗净切快 2. 白萝卜去皮波斯 2. 白萝卜去皮波斯 3. 锅内放水,放入白萝卜丝和雪梨块,适量加入冰糖调味。 4. 大火煮开 4. 大火煮开撇掉浮沫,转中火煮半个小时。 5. 给宝宝喝煮好的水就行了。 5. 萝卜和梨一起煮水可以养胃润肺,治疗咳嗽非常有效。 5. 如果含咳,就会很轻松。 5. 可放少量浆。 5. 秋冬季节让孩子多喝白萝卜水是有益的,还可以预防疾病。 5. 带孩子真是累人,身心疲惫,每两招还真是没辙,这么多年的全职带娃生活,摸爬滚打,现在我可以算是专家了,我也将有效的都记了下来。 5. 蒸白梨蜂蜂制9颗烟干。 5. 蒸白梨蜂蜂制9颗烟干。 5. 蒸白梨蜂蜂蜂。 5. 蒸白梨蜂蜂。 白梨去壳,甜蜂蜜,加热蒸熟,早晚各一个,连吃鼠月能生筋润燥,只可化痰,至因虚肺造枝就可腌干,手足心热 大白萝卜1.1克,蜂蜜30克,白胡椒5粒,麻黄2克方法 洗净,材料,放入碗内,倒入蜂蜜及白胡椒,麻黄,共蒸30分钟 趁热顿服,然后卧床,很快就能痊愈 能发汗散寒,止咳化痰,至风寒咳嗽 最近,流感风头正旺,从宝宝到老年人,都免不了流感的侵袭 上周五去幼稚园街躲躲放学,老师刚好在说要家长们看好宝宝 说时时时那时快,吃完晚饭,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就听到咳咳咳,前咳却什么也咳不出来,看来是在幼稚园被传染上了 还好平时有研究时疗方子,我就赶紧给孩子做了碗水喝了,还好喝完之后没多久就好多了,今天也在美壳了,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食材准备,梨,萝卜 做法 1. 雪梨洗净切快 2. 白萝卜去皮波斯 3. 锅内放水,放入白萝卜丝和雪梨块,适量加入冰糖调味 4. 大火煮开撇掉浮沫,转中火煮半个小时 5. 给宝宝喝煮好的水就行了 5. 萝卜和梨一起煮水可以养胃润肺,治疗咳嗽非常有效 5. 如果含咳 5. 可放少量浆 5. 秋冬季节让孩子多喝白萝卜水是有益的,还可以预防疾病 5. 带孩子真是累人,身心疲惫,没两招还真是没辙 5. 这么多年的全职带娃生活,摸爬滚打 5. 现在我可以算是专家了,我也将有效的都记了下来 6. 蒸白茜蜂蜂制9颗烟干 大白里一个蜂蜜50克 方法 大白萝卜1.1克,蜂蜜30克,白胡椒5粒,麻黄2克方法 洗净,材料,放入碗内,倒入蜂蜜及白胡椒,麻黄,共蒸30分钟 趁热顿服,然后卧床,很快就能痊愈 能发汗散寒,止咳化痰,至风寒咳嗽 这一期视频就能痊愈